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台达接续几周的一个分享 我们从智能工厂出发 先前已经分享过制造执行跟品质管理 那如果各位来宾错过了 可以订阅一下台达的YouTube 来回顾一下之前的分享资讯 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有关设备工程 与设备管控的一个部分 在整个实体设备的对接 设备工程与管控其实同等的重要 也就是说在设备管理这一块是密不可分的 那我们也归纳了一些简单的重点 在今天直播与大家分享 首先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agenda 分为设备重点跟DI-EMS的设备管理系统 如何去执行 再来是一个案例的一个研讨 那首先呢是设备重点 首先呢是重点设备的一个五大要点 我们分为五类 第一个是首先设备的类型 再来呢是设备的周期 那接着是所谓我们在讲的资产管理 再来呢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设备规格 那到最后呢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管理计划 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五大要点来简略 跟大家进行说明 首先是设备类型 那一般来讲大部分我们在对应一些设备供应商 我们会有一般可能直接指定所需要的一个设备采购 然后我们直接去寻找相关的一个设备供应商 然后指定交付某些设备 那这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模式 那现在也兴起了一种所谓的租赁平台 那我们可以透过租赁业者 来去跟我们所需要的设备商 进行一个采购合约的一个款项支付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我们只需要提供像租赁合约跟租金支付 这样比较简约的一个方式 可是呢实际上呢 在我们一干管理的类型 他可能会分为两种 一般如果说我们是直接进行设备采购的话 对我们而言 他可能就是像设备折旧跟耗材运营费用 这些都是在我们一般正常的一个摊提费用里面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采用租赁的这个平台呢 我们设备折旧的部分 可能就会转换成租赁的费用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差异非常大的 那有一些我们知道 有些客户呢 他实际上在针对设备采购 有一些比较像的机器人手臂这一类型的 他也是会采用租赁这种平台的方式去进行 端看你们的选择是怎样的方式 在选择怎样的一个设备类型的一个模式 那再来是设备周期 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分为这六大的一个周期 首先是运行管理的部分 在这个阶段呢 比较常重视的可能是在可视化的监控跟数据收集的部分 再来会进到一个维护管理期 那所谓维护管理呢 他可能会比较重点在于 设备的维修跟保养的移站式管理 再来所谓的库存管理 就是我们会需要在这个过程中 掌握我们所谓的一个用料的去向跟移转 包含很建用等等的相关管理 然后再来呢是驾动管理 驾动管理在这边可能会重视的所谓的一些生产统计 还有包含的一些异常的故障分析等等 再倒数第二个呢 是所谓的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通常管的呢 就是从我们设备开始进行采购 然后包含合同验收的整个过程 那最后就是所谓的技术管理 技术管理这边我们比较常讲的 就是我们工厂可能有一些管理的一个技术手册 还有一些SOP 这边指的是偏向于这边技术SOP的一个建档管理 所以大概我们周期我们有关设备的部分呢 我们分六个周期来去说明 那有关资产管理呢 我们会分成两种面向 第一个所谓我们会有一个规划流程 那规划流程的一个发展呢 首先我们会去发展一个框架 然后再透过系统管理的一个流程 然后最后呢 再持续的发展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流程 那实际上呢 在我们台达先前有分享的一个 IT OT的融合里面 我们有更完整的讲述到 这整个完整的发展框架 它需要具备哪些细节跟条件 那有兴趣的来宾也可以参考 我们过往台达分享的资讯 来去补足这部分的一个讯息 那有关资产的分级呢 其实就大部分来讲 我们可能会分所谓的实物资产 跟非实物资产 那前面刚刚讲的设备类型有提到 假设你今天设备可能是直接采购的 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所谓的实物资产里面 那包含可能还有所谓的货物啊 建物等等 这个都是需要进行管理的 那非实物资产呢 可能就是有关的租赁设备 还有一些品牌跟数位资产 这些等等呢 都会列在非资产的管理 那相关来讲 它都是得需要列帐 进行一个管理做分级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资产管理的部分 我们会强调两个部分 一个是规划流程 那一个是资产分级 再来第三个呢 是设备规格 当我们要进行设备的一个采购 或租赁的时候 其实不外乎我们要开立所谓的设备规格 来去确定我们所采购的设备 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 可是实际上呢 在规格上 我们大概有分成几个元素的组成 第一个工人跟组成的一个条件 第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像设备外观 还有我们一些标准的制程机构 那当然还有如果我们需要统一的话 会需要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操作界面 那当然还有一些标准的像警告灯号啊 还有警庭啊 这些需求呢 都是在我们一开始体力功能的组成 所需要必备的一些条件 那包含可能还有像动力需求等等 那一旦我们开始要进行生产的时候 我们会有几项评估的指标 包含日周月产量啊 还有我们保养周期跟产出的规格 这个实际上都是跟我们产能有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数据 可以来量化说我们设备 可以生产的一个驾动的产能 再来是服务范围 如果说我们今天采购一项设备 我们一定要知道 明确知道说 它跑酷的期间到哪里 范围到哪里 这都是比较基本的一个条件 然后再来是验收条件的部分 验收可能我们会依据设备的不同 然后我们会几个一个聚焦的点 可能像一些生产设备 可能就所谓不良率或故障率 甚至有一些SMT设备 我们会比较强调在于泡料率等等 那如果一些像那个检测设备 它会有所谓的检出率 这些都是我们在验收条件里面 所需要毕业的 因为这个是关乎到我们设备的一个标准 跟我们在使用上的一个条件 然后最后是时程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Milestone里面 其实我们可能会有分几个大项 像验计的时间 装机的时间 到测试时间 到上线时间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设备规格 不是只强调它的一个规格功能组成 而是整个环节我们都需要兼顾到 这是我们在强调设备规格的一个部分 再来我们在设备导入的时候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管理计划 管理计划像初期来讲 我们可能比较重视的在于 设备的调整 设备的使用 还有设备的一个维护 那包含监控啊 故障诊断这些等等 都是在我们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它建立起来的 那包含我们像一些生产操作啊 人员培训等等 这个我们都希望在初期 就有一些基本的一个标准计划在执行 那到中期呢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聚焦在过了保护期的一个管理 然后还有我们想办法要提升我们社会的利用率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降低我们的一个维修费用 好 那到最后呢 后期呢 其实我们会面临一个设备的一个更新改造 还有说如果他可能没办法进行改造了 那他也不符合我们生产期望了 那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要进行报废 所以其实在整个管理计划环节 在初期的话 其实扮演很重大的角色 因为你只有初期管理好的话 你中后期才会更加的一个轻松 这以上呢 大概就是我们所列的几项 比较炸的重点 那在过往呢 其实我们在跟客户导入的时候 其实客户其实也会反映到 他有关设备管理遇到的一些瓶颈 那我们今天也罗列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他可能会遇到的就是 他重复的问题一直发生 就是产线重复不断的一直发生重量的问题 再来是人员的流动率高 现在其实请人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那加上人员流动率高 导致我们在生产的管理 包含设备的管理其实都面临的人力不足的一个问题 再来是排程计划来落实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工厂管理呢 他的一个排程计划一定是要准确跟落实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满足我们生产的脚步 那我们在设备管理一样 我们所谓的一些预防保养计划跟维修计划 这些其实我们会希望按照我们的一个排程计划去落实 可是往往我们计划开出来的 可是人员却没办法跟得上我们计划 这也是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再来是异常不易掌控 就是说当产线发生一些 不是在预期内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因为它是不预期发生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要去确认这些状况 或分析它的状况的时候 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才有办法找寻到确确的一个根因 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说 我们产线在过程中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 可是这个因素又非常的不容易掌控 这也是我们常常在一线产线上 所面临的一些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再来是作业未统一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作业喜好 虽然我们工厂可能都会去明定说 这些标准SOP是怎样 可是人员总是还是会有一些 不服从我们的标准作业 或者是说他可能在某些作业的流程上 会有所疏漏 那造成我们的后续的一些违运的困难 然后最后是像经验没有累积 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老师傅逐一退休或离开之后 那后来接手了这些新进的人员 他没办法去衔接到老师傅的那些过往经验 那这个部分也是非常苦恼的 那总结以上这些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管理瓶颈 那如果说那些是管理瓶颈 怎么透过台达的DI-EMS设备管理系统去执行这些管理的一个环节呢 首先我们列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透过根应分析 还有我们打造一些标准流程 在我们要让想办法这些计划合理的一个安排 那我们会希望透过预测感知去减少我们生产线的一些异常停机 那包含呢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合用的一个知识库 来去协助现场的一个作业流程 那当然呢 我们流程的控制跟安排上也要做妥善的一个调整 好那接下来呢 我会主意的说明说以台达的DI-EMS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第一个是根应分析 基本上我们台达是透过TDC业这样的管理流程 如果以保养排程来讲 我们会先透过排程跟派供通知做好第一段的一个计划 然后透过呢 负责人去执行相关的作业登录 包含可能有一些标准的SOP啊 用料啊 工具等等这些检查项目的一些保养记录 把这些过程逐一登录哦 那再来透过一个审核的机制 确认这些过程有被确实的执行 那如果说他可能在过程中发生某些异常 他也可以主动开立一些异常维修单 来去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流程管控 然后最后呢 最后我们希望说这些解决方案都是有被更新的哦 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过程中的一个资料收集呢 这些资料收集过往累积的经验之后 可以做好人员的教育训练跟保养方法改善 还有保养方法的调整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PDCA的循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哦 好那第二个呢是透过标准流程 那我们这边会讲到的是SDCA 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合乎企业的一个标准流程 我们会希望做到几个目的 第一个我们会先确定目标 做到想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个方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按照流程去具体的执行这个任务 然后有了这个任务的SOP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简化跟调整我们优化的一个方向 然后最后再是一个纠正的机制 在台打是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可能会先过 我们会列一个任务 就是说今天我可能要针对某一个异常排除的SOP去订定 可是这个SOP可能还没有被确认到 例如可能今天可能是某个气压缸的一个损坏 那我们就确定一个目标了 那我们怎么做 这个气压缸呢 他就是一个任务 那我们这个任务 我们会依据我们过往的一个执行的结果 把他归类出来 那我们就按部就班 把这些具体任务给细分出来 那条列出来之后呢 有主要的设备owner或者这个task的owner来去 理清这些问题的点化 帮他简化 作为一个标准SOP 然后把这些标准SOP呢 列在我们的快速排除的一个 标准选项里面 那这样人员呢 他在进行这一个维修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他第一个排序的选项 这样子就可以防止他说 他可以知道说第一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第二个是说他做的方法跟签人的方法都是比较去向一致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可以让人员比较快速的打造一个标准流程 那这个标准流程后面也可以让我们系统很快速的引用 这大概就是我们台打的SDCA的一个流程 再来是计划的一个排程 就是说我们在过往啊 我们都会希望说我们的一个公单的计划是可以比较完善 对于我们的设备保养是比较完善的去满足我们生产所需 可是往往说我们今天生产计划排出来的时候 可是我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员去满足这些公单计划 所以我们公单可能就不断的展延 不断的展延 那展延到最后呢 公单完工率变低了 那可能就会变成说 有些保养的过程或某些拷展环节有疏漏了 那这样反而会造成两边都不讨好的情况下 那最完美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套标准的一个导入的算法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透过一些牢机法的一个标准时数 防止说可能我主要的资源就是哪些 我主要有几个人员 那可以承受的公时有多少 那这些人员的职务工作人数有多少人呢 还有他的班别可能是分早中晚班 那是不是有所谓技能线 就是某些特殊的机台 只有某些比较特殊的工班他才可以进行 那甚至还有某些特殊机台 他在某些生产的时间 他是不可以进行保养或维修的 因为他有主要更主要的一个生产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条件输入进去之后 透过台打DIEMS的一个演算法的优化演算 那可以帮你去排出你最佳的一个成本 可以选择最佳成本或最高收益或者是最快完工或最低人数的这样的一个排法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依照我们想法导向去排出我们所需要的 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再以最少人工的一个排成计划 那我们就选最佳成本 那如果我们要以最佳完工率的话 我们可能就选择最高收益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今天有时间限制 或者是我们有主要的重点设备要去做 我们可以去选择最快完工 这些都是可以选择这个排成选项 那这样我们可以确保说我们排列出来的计划 更符合我们实际所预计的 那这样子就不会因为我们为了每次在那边调整计划 或者是追赶一个目标性来不及 而导致我们整个保养计划的溃伤或人文的崩溃 再来是预测感知的部分 我们会是希望说因为异常的中断 它会造成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刚刚有讲过就是说因为它是不可预期的 所以我们在解决或复原它的一个过程 其实常常会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通常会是希望说 设备它需要有一些预测感知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大部分可以怎么做 一般来讲我们是透过感测器或者POC 去做一些资讯收集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专家平台去帮我们进行分析 做可视化 那这些可视化的结果呢 可以做我们维保的策略的调整 我举个标准例子就是说 可能我们某一些生产设备它有一个马达 那我需要知道这个马达的一个生产状况 所以我会在这个马达上面建构一个加速规矩 收集它的一个震动 那我们透过震动 透过这种回归分析的方法 我可以去取得这个马达 零件PASS它的一个健康状态 那当它的健康状态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可能只是一些小问题 可是它还是可以继续生产的 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 它可能现在健康状态 已经出现了某些问题 那我们需要进行一步的处理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条件预设在我们系统里面 也就是说当我侦测到 它健康状态出问题的时候 我会主动发出一张保养单或维修单 提醒相关的公班来注意这件事情 那它就可以进行这个提前的回保 来去减少因为整个马达整个小问题 然后变成大问题而故障 整个产线顶排这些问题 提前去预知到这种情况发生 去做一个预防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谓预测感知的一个效用 再来是知识库的建立 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 在系统里面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知识分享跟知识收集 那在过往可能我们都是只是透过 过往所使用执行的一个记录给存取起来的 可是这些记录到底有没有真正会被分享跟使用呢 其实我们大概不得而知 所以说在台打DIEMS 它除了提供一个资料库以外 它还是一个知识库的系统 它会有几个流程 第一个知识的取得 然后透过这些取得 我们会做标记的记录 那记录之后 它可以去分享推播到 我们所使用的一个快牌手机APP里面 那这些手机APP呢 后面人员登陆的话 它可以再持续整合到我们后台的一个知识库 进行存取 然后再透过更新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我们知识库是补贯的一个更新跟迭代 这样我们可以确保我们在流程跟过程上都是达到一定程度的更新 而不会说它只是一个记录的过程 然后别人参考到都是过往比较旧的记录 它会是主动的把前几项去做一个update跟更新 这大概是我们一个知识库建议的一个循环 再来是流程控制的安排 一般来讲我们在产线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混线生产的需求 那混线生产需求这个跟产线的管控就会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不进行管控的话 它可能就会混料混在一起 那混料混在一起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造成不好的一个生产影响 所以我们在习惯上 我们会在产线可能会分不同的区块 然后透过区块管理系统去把这些区块各个控制好 那当我进行在混批生产的时候 透过不同的扎道然后管理 然后放不同的产品去进行生产 达到我们比较好的一个产线的管控 那这个是需要设备跟Gateway系统的一个衔接 那搭配设备管理系统的话 它是可以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 我们现在产线的生产状况是在哪一种状态下 那方便好我们的管理 那这样当然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管理 因为在以前我们可能要做换批的时候 可能要先做一个清线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做到一个区块管控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混批的生产 那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在切换制程的一个转换速度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安排 好那讲完了以上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是案例的一个研讨 我们今天带来是一个在印刷电路版的一个产业 那他主要产品是在于汽车电子跟电脑相关 那大概员工人数跟厂区 其实都有一定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一开始在跟客户讲述的时候 他其实也提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的机种比较繁多 那第二个他的维保没有落实 常会因为异常而中断生产 就比较呼应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几个重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去询问了 他其实有归纳出来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技师的技术能力不足 造成营运损失 就是说他的能力不好 然后导致我们工厂设备 没有一个很妥善的一个违运 那造成常常停机的情况下 造成一些营运损失 因为工厂赶不出货来的时候 可能对于公司就是有一定的营运上损失 再来是产品的品质不佳 无法如期交货 那就是因为过往生产出来的产品 他可能品质不好 那在往往过程中去增加他的一个生产成本 同时他也影响到客户对他的一个信赖度 那再来呢就是生产状况无法掌握 讯息没办法同步 那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备 他没办法去做一个联网 那产线的资讯也没办法做机车反馈 通常要登录到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数据才会进到系统 让人员知道 大体上就是这四个问题 那台达怎么去帮他进行导入跟施作呢 第一个我们大概做了四件事 第一个我们帮他做流程梳理 做流程的一个标准化 从制定保养流程跟维修流程 跟赘述的相关作业都一个统一标准 再来做一个到位巡检 因为他有提到就是维修部分非常的没有落实 所以我们搭配一些IOT的设备去协同运作 那可以确保人员可以到位检测 就是配合一些路线的一个建议 来兼顾整个高效跟完整流程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到位巡检的机制 他们人员的维修效率就会相对变高 那也比较确实 再来是及时的监控 那我们整合所有设备的一个讯息 统一反馈这些资讯来加快他整个原因的追溯 那再来呢 在异常分析的部分 我们提供一些统计报表 还有一些关键议场的一个分析 来方便他去制定一些对策 大概这整个导入有这4个环节 那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导入前 跟导入后的一个效益比较 第一个在导入前 他们的工单啊 维修单等等都还是用人工抄写的 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围保的一个系统化 列到我们的整个标准作业 那让人员可以确保这些流程有被执行到 再来第二个就是过往 他们那些维保修的一个历程记录啊 其实他都没有被同步啊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堆叠在他的资料库里面 那我们首先做一个数据化的同步 我们把它过往的一个资料库 转移到我们现在EMS系统 那也同步我们现在新的一个执行的记录呢 也存在我们的系统 然后方便他可以做一个异常追溯 跟快速回音的一个动作 再来呢 是先前是无法掌控设备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去整合了他的设备跟通讯 透过这些及时的监控来掌握他的一个生产节奏 然后最后一个比较重要呢 是落实人员的一个检查效率 刚刚有提到我们导入的一个到位巡检 那到位巡检其实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我们是用部署方式 第一个我们的架构是才web的一个架构可以快速部署 那我们同时也支援一个行动APP的一个使用 那再来呢我们是提供到位建设 我们可以透过RFID的一个感控 确保人员真的有确实到位来去执行这一件工单的作业 再来呢其实在整个系统导入啊我们要提供的整体价值呢 不外乎第一个我们要发挥我们设备的一个产能 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几套流程 不管是我们要导入系统我们管理的周期 这些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充分发挥我们所谓的一个系统产能 再来是我们要持续优化改进的 也就是说在设备的部分我们可以不断的升级迭代 那我们在管理的面向呢 其实我们在管理的知识 我们也是要升级做迭代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过往的知识来帮我们做分析跟调整 再来是零件库存的一个降低 就是说我们在过往都有去追溯它零件的用料 那我们可以透过盘点跟报废的一个管理 来去搭配我们一些保养的排程 来降低我们的库存 再来是数据电子化 就是大概来讲很多企业现在可能都还停留在纸本的部分 那电子化部分可能就是转换的一个过程 那电子化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它除了是数位登录以外 它也可以很快速的回馈跟分享这些知识 也就是说当我人员在现场直接登录的时候 我后台就可以马上cash到这一项资讯了 更确保我的设备的掌控 一些保修的知识程度 都可以在短时间内马上得到这样的一个效益 那再来是增进管理的一个考核 就是说我们提供的报表可以供随时查询以外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掌握这些设备的状况 跟保修的一个执行率 那再来是像到位的一个监测 可以确保人员的实施品质 然后来作为一个我们考核的依据 大概我们在系统的导入整体的一个提供价格 大概就是有这些 那以上呢 那就是我今天所为各位带来的一个分享 谢谢